在庞大的汽车人阵营中 有着这么一位特殊的战士 他既不像大黄蜂那样呆萌可爱 也不具备秦天柱那高超的领袖才能 反而依靠一身铜皮铁骨横冲直撞 他就是汽车人里的武器大师铁皮 铁皮是陪伴秦天柱多年的老友 在汽车人兄弟中要属他参加的战斗最多 他虽然粗野强悍但本性善良 就像个随时准备掏枪的牛腿 铁皮通常负责一些重要人物的保卫兵子 装备有声纳雷达和无线电波碳刻机 尽管在汽车人里属他速度最慢 但他的外壳由Tri-C-Ling钢合金制成 这种合金中含有辐射碳纤维 从而使他不易受到攻击 这也是铁皮为什么能纵横无敌的原因 他的实力在博派里至少能排进前三 在便衣决战时 红蜘蛛发动空中袭击 铁皮与大黄蜂一起抄起汽车进行抵挡 在一轮抛轰过后 铁皮几乎毫发无损 而大黄蜂却被其炸断霜 由此可见他强横的实力 而到了变三时 即使于天敌能单臂镇压威震铁 也选择了用带有高腐蚀的热绒枪去偷袭铁皮 因为他知道 如果不先解决铁皮这位保镖头 那么后续在与擎天柱的决战中 他也未必能取得上风 铁皮的变形载具是一辆通用公司的GMC越野车 纵观他这一生 尽管杀敌无数力下赫赫威名 却不曾想没有战死沙场 最终死于队友的辈子 真是令人痛惜不已 last is miss last is miss